耳南開口啦 爽就站起來啦 那現在是我們的 大家最期待的我們的臭臭時間 不是不是臭臭時間 是我們的聊天時間啦 那今天的主題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做YT這件事情喔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聊這件事情好了 這部片呢 我應該也會把它剪成一個精華集錦 讓所有對於YT有夢想的人呢 可以作為參考 當然呢作為參考就好 千萬不要說我說的都是對的好不好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夢想 自己經營自媒體 大家可能看了會覺得 我們這個主播啊 是不是感覺 只要玩遊戲就能夠賺錢 看起來很光鮮亮麗 可是其實你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想要把它變成可以盈利之前 事實上你是需要下很多的功夫的 那我們首先來講一下 你要成為遊戲主播 你會需要有四個技能 第一個 你一定要會基本的影片剪輯 我們最基本的呢 就是你要會操作影片剪輯軟體 去把你的精華的片段剪下來 你最基本的就是要會去頭去尾 但是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整個直播過程當中 不可能從頭到尾都是精華 一定會有一些廢話的環節對不對 什麼叫廢話的環節呢 就比如說我現在講完這段話 然後中間有一段空白我可能再認真打 這段時間你明明就沒什麼好剪的 然後你還沒有把它剪掉 然後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那這種片呢 一般來說我們就稱它為水片 所以水的意思呢 就是你在偷懶 你沒有想要剪掉這個東西 剪輯不是只讓你去頭去尾而已 去頭去尾那不叫剪輯 所以你一定要會基本的剪輯把廢話 把那些不重要的地方剪掉 讓觀眾只看得到重點 OK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喔 添加字幕 但添加字幕現在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已經會了啦 因為現在有AI自動辨識字幕嘛 我相信應該不少的YouTuber都是用剪印 在做這個字幕輸出 那我自己也是用剪印啊 那這個之後我在做精華的時候呢 我會把我自己使用的工具 然後還有剪印 我是用Mac版的剪印 然後去輸出SRT字幕 然後再加上一些第三方的軟體 來做上字幕這些事情 我相信聊天室的各位 你們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你們應該都會希望影片是有字幕的吧 尤其如果是教學片的話 如果沒有字幕 說真的看了真的會很糟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空 可以定在那個地方 然後聽你在那邊沒有字幕的講話 然後講個十五二十分鐘 那個我說真的啦 可能年輕一點的人有時間 我基本上是沒有這種時間的啦 OK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一定要加字幕 再來第三個 加上特效 那我覺得加上特效這個東西 這個就完全看自己要不要加啊 我自己是會加 然後加特效這個東西 因為比較細節 這個我們放後面再講 然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第四點封面的製作 剛剛有一位觀眾講得很好 他說YouTuber的生命是什麼 就是影片的封面 你如果影片的封面做不好 哪怕你的影片做得再屌 字幕再好 然後特效再多 我跟你講這個影片就是沒有點擊率 那我們先講一下封面到底要怎麼做 有些人會覺得說 封面是不是要用很貴的軟體啊 各位真的不用不需要好不好 真的不需要專門的軟體 你看像我現在用的這個軟體是什麼 叫做Keynote Keynote是什麼知道嗎 Keynote是用來做投影片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的PC 有PowerPoint 你也可以拿來做影片的封面 好比如說我現在要做一個封面 好假設我今天要來做一個 這個恩彼得的封面好了 好我要做一個恩彼得的封面 我會先用第一個軟體 先輸出第一張圖 我會用這個叫做Procreate的軟體 那Procreate這個軟體呢 它是專門用來繪畫用的軟體啦 我自己是用iPad的Procreate 然後再來這個好了之後 我就會把它輸出 好輸出JPEG檔 然後存到我的影像裡面 接下來最重要在這裡 加上字體 你呢封面要告訴人家說 你的這個影片的重點是什麼 你的文字就要夠清楚 好我現在給大家示範一次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讓我很造的封面是長什麼樣子 首先呢這種字體呢 就是基本的不修蝙蝠的字體 就他沒有特別調過 他也沒有去管說 他的顯示好不好看 人家看的字體看得清不清楚 好再來我先講一下 什麼叫做缺字呢 來缺字就會像這樣 這個字體 這個字體呢 是很多的中國的朋友都有在用的字體 這字體我忘記叫什麼體了 反正他OK我先安裝一下這個字體 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做缺字 我來學習的 哎呀你有錢請騙師的人就不要在那邊吵啦 哈哈哈哈 好我先試一次給你們看 來什麼叫缺字 這個叫缺字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叫缺字 你們是不是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堆新的YT 封面都長這樣 哎不是耶 你們可不可以自己省一下啊 這太醜了吧 你怎麼會覺得這個封面你是放得上來的啊 你就算全部用星系名體都比這個好看好不好 你用個平方 然後把它加粗 中粗體 中粗體 怎麼感覺怪怪的 好像歪掉了 或者是 你給他加個文字外框嘛 加個文字外框 把它用的粗一點嘛 你看這樣好不好看 好看吧對不對 一個字一個顏色 哇他看得更早 我跟你講 我給你們看更早是怎樣 恩彼得 他可能想說啊 恩彼得是一個重點 所以呢 恩彼得我給他用個紅色 好 然後呢 再來 七級滿強化 啊這是一個重點 七級 哇七級真的重要 所以我用個黃色 然後滿強化 喔滿強化 因為很高級 所以我給他用個粉紅色 有多強 這個是一個問號 問號的話呢 我們用黑色 實戰給你看 這句話呢 我們給他用個 呵呵呵 呵呵呵呵 要個藍色 我真的吐了 天啊 噢 看得很照 真的很照 字體要跟著換 不能只換顏色 喔對不起 對不起 那我們用回剛剛這個字好了 多麼高級的封面啊 這哪有偷錯 我直接公開錯了好不好 不是 你們這些YT 你們要做 拜託這個字體修一下 好不好 看得很照欸 我跟你講我這集YT就剪給誰的你知道嗎 剪給我們這種小主播 什麼叫小主播呢 就是我們之前還沒有到十萬訂閱的 剪片都只能靠自己來的 像那種花枝丸這種大主播 他都給騙屍點 有錢請騙屍的 就不需要來參考我這集影片了啦 反正呢 這個就是關於封面這件事情啦 那我先講一下我自己做封面的文字 我是怎麼做的好不好 我自己做封面文字會長這樣 那為什麼後面要上個陰影 其實我這是上兩層字 兩層 第一個 第一層 上一個我實心的顏色 後面上一個黑色的底 來做為這個標題文字 這種是怎麼做的 我給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文字是這樣做 就是呢 我把影像 遷入文字裡面 像這樣 我選一張照片 比如說我選個 假設 我選這張好了好不好 這張 你看後面就會變成這個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一個圖片 放在他的後面 像這樣 把文字直接砍上去 然後再加一個調色 加個顏色附疊上去 填充 用白色 白色附疊 不透明度給他降低 他文字就變這樣 好不好 拜託 文字統一一下 你如果沒有這個字體 你乾脆就別用 拜託好嗎 真的乾脆就別用 這個就是關於 封面的部分好不好 第一個部分 基本技能就這樣好不好 你基本上只要搞定這四個 你的影片出產 應該都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各位 做Youtuber 重要的還不只是 你要會產影片 我發現呢 最近有很多的Youtuber們呢 產的影片是不錯 可是 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覺得很重要 這邊啊 我舉出了四點喔 第一點 你要夠認識自己 什麼叫做夠認識自己呢 比如說像我 我自己呢 我就自認為我自己 就不是一個專業玩家 什麼叫專業玩家呢 我跟你講我沒有那種那種耐心 那種時間那種毅力 一天玩遊戲 玩個那個八個小時 然後去練那個戰術 然後練那個什麼落檔拆 我跟你講那是神經病在練的 我跟你講那些都是那種 小7N高人那些瘋狗在玩的 好不好 我不玩這種東西 我就是呢 快樂玩遊戲 這是我對自己 很清楚的 定義自己的一個目標 所以 我出產的影片 大部分 你在看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不用動腦 你就是很快樂的看完我的影片 然後呢 很快樂的度過 你這個大概10分鐘 5分鐘的時間 可是呢 有一些人呢 沒有任何的時機 沒有任何的證明 證明說他是一個專業級的玩家 可是你看他PO的影片 他都會想要去證明 他是厲害的 他是強的 他是可以打贏別人的 然後 你看他的每一部影片啊 都是贏的 他不會PO輸的 他從來不PO輸的影片 都是PO贏的影片 這個不算湊喔 我先說這不算湊 他的影片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大部分就是說 欸我主打我自己是強的 你就感覺說 他的頻道就是主打說自己很厲害 然後要跑很多戰術 然後教學的 可是 你沒有做出什麼時機 你去教學 這樣子看上去 其實說真的 會乏味 一開始看到 你可能會覺得說 喔好新奇 看一下 但是 為什麼一直起不來 因為你搞不清楚自己的定向 我如果是今天要找 厲害的人 我要找會戰術的人 我幹嘛不看花主播 我為什麼要看你 觀眾自己會去挑 自己想要看的東西嘛 看久了 覺得說 欸這個人的影片 比較有質感 我就會自然把你淘汰啦 不是 我真的沒有在湊啦 你們不要這樣子 欸 我跟你說 武藤老師 算是有技術的喔 你不能說武藤老師沒有時機喔 武藤老師是有技術的 你看他 這玩的真的跟鬼一樣 我絕對不是在說武藤老師喔 你們不要在那邊給我 讓我跟他爭鋒相對喔 花主播你不要吵啦 吵什麼吵啊 然後第二點 你認識完自己之後 再來你就要找到 專屬於你的客群嘛 然後要投其所好 什麼叫做 投其所好呢 我跟你說 我當初在做YouTuber的時候 我從一開始做 我也有曾經有想要轉向 技術台或是一些教學台的方向來走 可是呢 我發現 這樣子的影片 其實不會有什麼人看 我發現大家喜歡看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大家喜歡看不用動腦的 毫無意義的 很好笑的影片 OK 大家不管陣容喔 大家也不管教的詳不詳細喔 大家只管好不好笑 我今天在看你這個影片的 五分鐘十分鐘當中 我能不能夠得到娛樂的感覺 如果我能夠得到快樂的感覺 那我就會把你這個影片看完 我就願意點進來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頻道主打的就是 喔我很厲害 我很強 喔我對陣誰誰誰 我我打到全服第一Curry 究竟誰會贏呢 然後點進去看 一秒鐘 然後直接拉到後面 發現喔原來是你贏了 好你好棒棒 好關掉 XX 超多這種影片 我真的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 也可以放自己輸的影片 只要比賽精彩 就可以放 不要只是放自己贏的影片 然後一定要剪輯 拜託 也可以順便給各位想做YT的朋友們 一些好小建議啊 就是絕對絕對絕對 不要把開直播這件事情 當作是可以賺錢的 開直播這件事情 絕對賺不了錢 光是直播賺不了錢 在YouTube裡面 會賺錢的只有一種人 叫做影片創作者 不是直播主 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會剪片 而且把你剪完的片 上了片 有流量 影片本身才能賺錢 直播是賺不了錢的 除非你的奶很大 我在你的影片得不到快樂 整天敗壞電競風向 好了啦 不要再電競啦 沒有人一天到晚在打電競 我跟你說 這一台的觀眾 你相不相信 大部分的觀眾 很多都是有家室 有小孩 他們已經沒有在管什麼電不電競了 電競對他們來說 那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他們現在要做的當務之急 就是餵飽自己的兒子女兒 每天 餵飽自己兒子女兒身心俱疲的時候 他們就想要打開台灣耳南的台 來看看一些毫無意義的影片 這邊直接把觀眾抽下去了 如果你真的就主打自己是技術台 那你就好好教 教到這整個YT裡面你最出色 那你就贏了 可是要比技術 絕對比不完 而且喔 我還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技術台是非常難有流量的 華之丸你講的是重點 真的技術台壓力超大 真的超大 真的沒流量 所以YT跟抖音現在都在幹嘛 你知道嗎 都在低能化 然後我呢 就是這個低能化的先鋒 我就是這個低能化的先鋒 可是沒辦法 低能的東西大家愛 低能霸主 你們不要靠腰啦 既然作為一個低能霸主 各位創新的題材就很重要 如果你每天做的東西沒有創新 一再都是撞到全服前幾 驚險獲勝 觀念教學 如果每一部都是這樣子做的話 說真的很難活得久 主播是不是質感低能額 我覺得是啊 我很在意質感啊 沒錯 找到自己頻道的定位很重要啦 那還是要講一下 我這部影片我絕對沒有要 雖然聽起來很像在臭 但我希望可以透過講這些內容 讓你可以去在經營YT方面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思路或方向 可以讓你做得更好 其實說真的 我看到很多的新的YT出來開始做 我是很開心的 我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共融嘛 說真的 YT這個東西 絕對不是說我打死你 我就可以賺的比較多 絕對不是 大家一定是一起好 流量才會起來 好來再來呢 設定目標 我們講 食物方面 重點 技術不行 就低能化 欸 我跟你說哦 你還真的不能這樣說 你知道 如果你要低能化 你不能只是單純低能 知道嗎 你低能你要低能的有料哦 你比如說我今天單純低能 我就用個菲利普 然後一天到晚 上線掛機耍白癡 然後跟人家互噴 對 你要低能的有實力 沒錯 像我現在就最喜歡看那種 玩恐怖遊戲在那邊跳芭蕾舞了啦 然後說什麼 哦我剛才已經看到跳舞 我不會再被嚇到 哇哇哇哇哇哇 的那個啦 哈哈哈哈哈哈 來我們繼續講第三點 我們講食物方面哦 分散你所有的工作 剪片這件事情啊 我的片全部都是自己剪 我平常剪片的工具 都是用這個LumaFusion 好上面的這些字幕啊 然後還有這些字卡啊 然後還有這些特效啊 剪輯啊 通通是自己用的吧 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所以我剪片都在哪裡剪 你知道嗎 我絕對不會坐在電腦桌前面剪 我在哪裡剪 你知道嗎 我他媽躺在床上剪 我跟你講 你看到的每一支片 幾乎都是我躺在床上剪出來的 分散工作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需要一天把整部片剪完 知道嗎 你不需要一天把整部片剪完 你可以剪完這段 然後呢休息一下 然後呢設定一個自己定時上片的時間 像我自己定時上片的時間 我就是五六日 三天上片 那為什麼是選五六日很簡單 因為這三天 是我的頻道最多人看的時間 那你說 你每天上片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我沒有那麼多美國時間 各位 大家都知道我其實本身是有正值的 所以YouTube對我來說 只是一個副業 只是一個兼裁 我自己就要去設定我自己的schedule 去設定說 我今天回家 然後我要來做什麼 我要來開直播 還是我要來剪片 開完直播 我要馬上先把我的片做一個粗簡 等等的 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要去訂定一個時程表 重點是你要讓你的觀眾 習慣看到你 每個禮拜 五六日上片 因為這樣子他們才會習慣你的存在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發現有很多的人做YT啊 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會覺得說我要很快就達到多少訂閱 或我要達到多少流量 因為YT的流量這種東西 不是你能控制的 既然不是你能控制的東西 你就隨它去 我自己本身兼職 然後練影片的這種剪輯技術 說真的 我整個的心態是很放鬆的 我沒有很大的壓力在生片 就是得失性不會那麼重 花鑽然說的很重要 不要被流量綁架 一開始我也會有一段時間 會覺得說 啊 我想要一天到晚搶那個流量 拚那個流量 可是你被流量綁架 你真的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你每天都會追著那個流量跑 然後這部影片 你剪得偶心力寫 你上了一堆特效 然後你覺得這部片 大概就是你這輩子的精華作品了 結果流量一出來 一小時內 觀看次數只有200 哇 那個真的會很難受 好 最後呢 最重要 堅持你的品質 上述我們講的每一點 基本技能 找到定位 還有設定目標 這幾點 你所有生的影片 包括封面 包括影片內容 包括你的字幕 記得堅持品質 這點很重要 我老實跟大家講 我每次剪片 我其實都超想水片的 在邊哪你看到的每一個 像這種 其實這種東西 我根本沒有必要剪特效 知道嗎 我根本沒有必要剪 我大可以就是直接把這些特效拿掉 然後zoom in zoom out 我也不要 我大可以像這樣 直接什麼都不剪 直接跳過 可是啊 我每次一想要水的時候 我就會問我自己 如果我在過五年後 打開自己的YouTube頻道 看到我的這部影片 我的感覺是什麼 你只要這樣想 我跟你說 你就不敢水 因為YouTube的影片 你是會放在上面 講難聽一點 一臭萬年的 就是除非你自己去主動刪掉它 它都是會一直存在的 知道嗎 所以 既然這個東西一直存在 有可能過了三年 有一個人會點進來 像我現在有一些 我三年前PO的影片 還是會有些人點進去 還是會留言哦 說來考古哦 我現在看我一開始的那個影片 我真的是看到吐血 所以我每次只要想到這件事情 我就不允許自己水片 總之我覺得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要堅持品質啊 好啦 總之大概就是這樣啦 主播最後可以喊原神啟動嗎 原神 推動 嘿嘿嘿